其實現代人普遍都比較晚婚 還有一些他甚至是不婚族 所以現在單身變成了另外一種趨勢 不過在台北市哪一些地方最多單身的人致產呢 我們帶你盤點 像是在萬華的波皮條這邊附近比較多小住宅 房價也相對便宜 但竟然這邊的離婚占比卻高達15.05% 也就是說相當於每三戶就一戶是單身新貴 根據最新統計 台北市中山區和萬華區 戶長單身佔比相對偏高 分別是35.07%和34.95% 而萬華的15坪以下小宅的交易量 近高達854筆 也成為單身戶最集中的區域 會比較多室友 大家來這裡自由 市場還有公園 有龍山市捷運還有西門捷運還有小人們捷運 而且公車也很方便 中山跟萬華區本身的小宅供應量就是比較多 都佔了超過四分之一以上 那當然小宅的總價低單價低的情況之下 也比較容易吸引單身的人口 資料還顯示內湖區 松山區以及大安區有結婚戶佔比居高 分別是64.99% 63.31%和63.81% 而內湖的買賣移轉動數更是高達了4036棟 在路上真的看到很多小孩 就是爸媽都帶著小孩在逛街 我住這邊嘛 然後沒有聽很多隊友離婚 就業機會上面 除了有內科還有非常多的企業總部 陸續進駐在內湖 上班族相對成家的機率機會也會比較高 那再來呢其實他以單價來看呢 又比蛋黃區其實親切很多 所以呢是非常多新興的這些新婚族啦購物族 他們在成家的一個比較適中的選擇 但看來單身新貴族也能撐起小宅市場 東森財經新聞張正恩黃福祥台北報導 東森財經新聞 倫藏